今天让八超用第一视角带大家出去玩 我没耍呀 我要你闻个更臭的 上个厕所 惨死的咋还偷看我上厕所 拉完也不埋了 看你们还吹空调不 太开心了 终于出来了 去左边还是去右边玩呢 咬我一口 这小子过来了 这小子路着躲 跟他去玩准没错 大家快跟我们一起 真是越想越气 算了不迟了 最近买了个摄像头 打算看看八条的视角 最开始摄像头是放在八条的后背上 因为不好固定画面很容易歪掉 而且抖得厉害 所以我就求助了老妈的针线活 把八条的背带做了个改装 改装完以后是这样的 给八条穿上试试看 是不是还挺帅的 接下来看看八条的视角吧 先是叫了我医生 然后跑向交流按钮 出去玩 出去玩啊 等着开门 发现小胖在外面 把跳不爱跟肖胖腕 犹豫 看到木木也在就放心了 因为肖胖乏风 木木都会愁他 先寻思一卷 从小门钻进猫屋 检查猫两碗 左离没有尺 而是用鼻子 仔细了监察 发现动感被挑完了 生气 因为屋里 它的动感也被挑完了 仰着除了完 目的就是要来挑动感 虽烟动感没了 但还可以吹空调 挑了个正对着空调的位置 准备咳睡了 今天先到这里吧 明天样拔条 带大家出去溜的 明天就会发现 明天就会发现 感谢死亡 小伙伴